来关注正在举办的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作为进博会上的重头戏之一 7万平米的医疗器械与医疗保健展区 集结了全球医疗行业的龙头企业 多项大健康领域的黑科技集中亮相 我手边的这一款是一款超声导管诊断系统 那么它也是全球唯一一款 实时能够看到心脏三维结构的超声导管 这是我们在此次进博会当中推出的一款黑科技 可以帮助医生在手术过程当中 实时对患者复杂的心脏内结构有直观的感受 而左边的这个屏幕呢 就是我们现在在用的一些产品的成像效果 这个呢可以更好的帮助医生在手术过程当中 提升器械操作的安全性 这款亚洲首发的放疗设备放射数流精度 从原来的2到5毫米提高至1毫米 可以更精准地杀死癌细胞 减少对正常细胞的伤害 放疗前每个人的病灶的位置大小 所需放射剂疗都不一样 准备时间长 这台设备自动存储相关信息 利用AI技术快速准确定位 精准放射治疗因人而异 它需要很长的准备时间 这一台设备把病人的准备时间 从以前的十几分钟缩短到五六分钟 600度呢是这个重度近视 那么1000度啊是超重度近视 世界上的这个近视记录呢是10800度 现在我手上啊是一个1万度的特需镜片 我们可以看到它跟这个普通的镜片呢 厚度并没有差很多 超高度的近视 随着我们在科研方面的不断投入 把一些新的技术 带到了这个视力健康的领域当中来 使得我们满足人们不断变化的 视力健康的需求 感谢观看